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120Hz的屏幕刷新率 前置2000万加200万像素双摄 采用骁龙730G处理器 与小米CC9 Pro是团款 后置6400万加200万加200万加800万像素四摄 主摄为MX686 当然4G版和5G版都是这颗SIMOS 我还特意问了官方客服 小米没有在这方面做阉割 确实好评 配备4500HW电池和27W快充 支持NFC红外遥控 有3.5毫米耳机孔 单从配置上看 这款手机的性价比非常高 尤其是在性能和续航不错的前提下 还给你120Hz的屏幕刷新率 和6400万像素的Sony MX686 这两个特点非常突出 完全就是明年的旗舰配置 当然有必要说一下 K30的几颗200万像素辐射 还是可以看出成本在严格控制 这个价格的手机也绝对不会在各方面去吊打旗舰机 但是如果它在较低的价格里 还给你一些旗舰的配置和体验就非常难得了 在外观方面 前置双挖孔的设计我确实欣赏不来 还是觉得有些丑 背部四射居中排列好评 但是这种投币机的外观就见仁见智了 对于120Hz屏幕刷新率的体验 一句话总结 高刷新率一旦用过就回不去了 在系统UI 刷微博 玩游戏等场景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顺滑细腻 用过高刷新率的小伙伴都明白那种感觉 就是一旦用久了高刷新率 再回到传统的60Hz 会觉得很不顺畅 甚至是卡顿感 而红米直接把120Hz刷新率拉到了1500万价位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且粗暴的操作 如果明年2000人的手机不搭载120Hz刷新率 最起码在舆论上会有抬不起头的感觉 K30全系都采用了Sony MX686主摄 这也是一款明年很多旗舰机都会用的CMOS 首先在日间场景 拍出来的人像照片很出乎我的意料 尤其是人像边缘的虚化处理非常到位 没有比较明显的翻车痕迹 拍出来的人像效果非常棒 打开6400M模式 拍出的照片宽容度和白平衡控制的还不错 可以放大 再放大 解析力很强 给你更多的画面细节 到了室内开启AI模式 拍出的照片亮度和饱和度较高 很讨好眼球 而到了光线很差的夜景 一般都是千元机和旗舰机区别最大的地方 但是K30的夜景表现依然很好 开启夜景模式 成像时间会延长到3-5秒 画面亮度 锐度 细节 大幅提升 除了极暗的场景放大 会有比较明显的噪点外 在多数夜间场景会给你很棒的样张效果 综合来看 K30在日间 人像 6400万 和多数夜间场景很有优势 一款1599元的手机 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确实很难得 以上都是我对Redmi K30的一些体验分享 K30让我最惊艳的几个地方 就是用了120Hz屏幕刷新率 和Sony MX686的CMOS 这两个配置都是明年旗舰机才会有的 可以给你非常好的体验 骁龙730G和4500毫安电池 会给你还不错的性能和续航保障 以及27瓦快充 NFC和红外遥控等 当然这款手机的尺寸比较大 屏幕6.67英寸 厚度8.8毫米 重量208g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半斤重的手机 所以拿这款手机时 感觉还可以 但是对于很在乎机身重量的小伙伴 建议去线下实际体验 看看是否适合你 整体而言 Redmi K30是目前1500元价位 我最推荐的机型 性价比非常高 比较推荐1699的6加128GB版本 或者如果你对5G需求很大 可以等下月的5G版发售 相信这款产品 会给友商们很多压力 激烈的行业竞争 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好事 手机厂商也会更努力的做好产品 服务好每一个用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